嘿各位小伙伴你们好 我是老闪闪 2018年的时候 老闪入手人生第一台正儿八经的索尼电影机 F-S5 但因为解构问题后 重座没有办法上稳定器 拍片纯靠手持 那基本上就是主打一个大声格加随机出片 也是那几年 我的摄影练奏了无情铁手 2020年的时候升级了索尼的A7S3 终于可以上稳定器了 当然一直到2023年 我都没有用过华为 因为稳定器杂三鸟甲 已经能满足我绝大部分视频的空镜拍摄了 阿三年的三月份 为了搭配微距探针镜头 我第一次用上了华为 来自洋葱工厂的巧克力IC 好好好 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就这么打开了 虽然我觉得自媒体视频里 出现大量华为的镜头会显得过于脏起 但有一点绝对要承认 就是华为运镜又稳又线性 除非是产品上有灰或者针上指纹的情况 不然你设定好运行点 拍片的成功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而且有些微距或者是特种镜头 不上华为根本拍不了 如果你是商业摄影师 规整的华为运镜甲方则会更喜欢 这台巧克力IC操作方便性的稳定 使用了一年多 并没有发现让我比较难受的问题 只是它的运行距离就20厘米 的确只适合拍小产品或者是特写 但是像拍电视椅子家具等大套产品 那就不太够用了 于是我找洋葱工厂硬朴一套热狗 为什么说是硬朴 因为这套产品并不在推广期 它们没有宣传需求 纯纯是我脸皮后硬要的 再次感谢 洋葱工厂旗下产品的名字 还蛮对我胃口 都是好吃的 热狗华柜目前已经是第三代了 有多个版本的长度可供选择 由于一直以来 我需要忍受华柜运行距离不足的苦恼 本来是想选个一米二的 但是在摄影和洋葱工厂小伙伴 强烈推荐下换成了一米的 这样外出鞋带会更加方便 而且取景范围更看重你镜头的焦段 和拍摄的距离 一米也足够使用了 它的主轨是碳纤维 重量轻沉重强 靠一根皮带和一个电机进行带动 标配的大袋子非常使用 不管是外出还是收纳都超级方便 安装也很简单 把这个皮带的鞋轨向下 绕进三个齿轮之间 一侧磁吸 一侧卡口固定 再用六角扳手 把皮带的张力调整到不松垮 微直绷的状态就可以了 太简单了 把基本上游手都毁 我感觉比捷内及时的皮带更好操作 这个电机外观来看的确有点过于朴素了 但是性能强都行 1.3英寸的彩屏只能显示英文 但是问题不大 因为除了开机键 我只用APP进行操作 供电化可以选择550或者970电池 也可以通过Type-C接口接充电宝 或者是外置电源 再说一点我非常喜欢的 就是这个华规的两侧 有齿式支撑脚 不仅可以调节支脚方向 还可以通过旋转调节长度 户外拍摄真的可以适应更多的地形 本身产品它在功能方面没什么好说的 最后设置下起重点调下速度就可以用了 我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实体按键爱好者 之前Elgato直播的没有实体按键都没有把我驯服成功 但是洋葱工厂这个APP 真的是把我驯的服服帖帖的 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在这里设个A点 然后在这里设一个B点 点进运行界面 设置一下速度 好了 没了 用吧 因为我用华规的话 是不需要收同期声的 所以电机的声音我觉得还好 说说话基本上就盖掉了 但它好像有个预知 就是到某个数值的时候 它电机的声音会突然增高或者降低 如果有这个需求的小伙伴 可以自己使用的过程中测下这个数值 还有这根追焦杆 它可以保持镜头向内或者向外晕镜 哇 我没有见过什么市面 我觉得好厉害 明明这么简单的结构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等等 快有答案了 还是等我先长个脑子吧 值得一提的是 热狗三代有个非常厉害的功能 就是可以和稳定器进行联动 像市面上主流的大江 智云 飞鱼 均用型号可以进行配对 那经常给妹子打马挡兔子的人 是没有上手门槛的 就是在这里设定一个点 运动到你需要的位置 再设定一个点 中间是线形运镜的 暂时我这边没有非常适合的应用场景 但对于那种运镜丰富成本较高的商业摄影 或者是严实拍摄 应该还蛮好的 那在使用的过程中 还是发现了一点小问题 例如这个APP上会有一些小bug 而且这个联动功能在多次运行的过程中 会出现一些点位上的偏差 但对我来说 这个功能就像奶茶从大杯升级到了超大杯 并不影响热狗本身是一个好滑轨 但这些bug如果能在后续修复掉 当然更好了 热狗三代的接驳螺丝是三分 但大多数稳定器的底部都是四分之一螺口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接驳键 我真的是找了一圈 把我CPU都干烧掉了 我都没有找到非常完美的解决方案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 叫做小笋的F38快拆套件 因为滑轨上的8分之间螺丝它会比较长 安装好之后刚好卡一点点 让它的快拆功能失去效果 只能当做一个接驳键使用 我就纯纯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方案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还有我配的云台是优兰子家的 3分之3和1分之1螺口都兼容 摇臂也能调整到 不影响华为主机的角度 很好用 如果你上三角杂有条件的小伙伴 再推荐你配一个支撑看 这样倾斜角度运进就会更安全 好了感谢大家收看 希望能给大家超选滑轨 带来一定的帮助 我是陆江神圣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